第十条也是一种很好的两个手的平衡的一种技术 有些还是它这个东西是不匀的 就这种轮奏 它一弹就全都 有这种技术吗 两个手这个东西 有些人天天是匀的 有些很多人是不匀的 那么这个曲头也是容易这样 我们听一下这条 这个呢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 我们一看它都是一些和弦分解 我们叫分解和弦的这种短谈音 那么脑子里头呢 要有一个和弦圆形的 本来它是四个音几下的 只是现在把它们分解了 成这样 那么我会要求学生 就是你准备的时候 要四个音一起准备 而不要弹一个小一个 弹一个小一个将来快了就有麻烦 因为它总归是要走到快速 116 116 四分音符 所以我可能会让学生 所以我可能会让学生 先把它们弹成和弦 和弦还原的 本来是分解 然后我会让 左手准备两音 右手准备两音 大家一起 我会让它感觉一下 这个词法呢 一个是学习 大家同时准备四个音 第二其实你很容易就观察 后来学那个轮廓在哪儿 因为作曲家他没有写表情 不意味着什么表情 我们再听一次 起码老师可以给他 根据这个旋律轮廓 有一个高的音器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就分开练 练的时候啊 两个手都高 矮 快 慢 一种一致 不是说右手发达 右手就拼运动 马上 速度再快会绝的 比如说一个高一把 就是上下动作 要完全一样 最好是一只手弹 另一只手就坐好 你看左手弹 右手准备 右手弹 左手起来 就像骑自行车一样 两个都不同的行为 做好预备动作 还有使劲呢 你不能说这个是使劲 你不能说不使劲 那就是刚才我说 高矮 快慢 胖瘦 身体全体都一样 听起来仿佛是 仿佛是一只手弹 这个做好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手臂 手腕能够有些什么作用 手的动作虽然是上下动作 但是我建议要稍微側着一点 从下向上好像有一个彼此传递 气息就来 右手传给左手再倒回一打 我个人觉得 就是横向的这个东西 其实很妙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手就是在敲打 就像打几遇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左右 好像很是这样的景象 动作就组织起来 401组 你看那个旋律的轮廓 好像你的音乐表情也找到发音 一上去 刚才讲的是技术动作 技术动作总归是要为最后表现音乐服务 我们就看开头的这个乐剧 每四小节作曲家画了一个点线 开头这八小节正正好就分成了两大字 分完句以后的作业 在句子接通的地方你是要呼吸的 要不然练细就很累 呼吸呢就是说 一点点 别让人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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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还是要有起伏 尽管作曲家没有起伏 但是这个起伏根据旋律的音 第一句完了 第二句 最后就是合成起来 就是技术动作弄得很顺畅 不费力 同时我们要有清淡的表达 清淡的表达就是 高低起伏 要有一点点 这个曲子最后再说一下它 听起来好像前面不怎么需要 因为音都很薄 都是单音 没有和声的支撑 像刚才的练习曲 有和声 对吧 现在这个都是单线条 你说我是不是完全不惨 我觉得是可以 但是如果我要惨 就是根据音乐的语气 那高音的时候 我来一下下 弱的地方当然不要 准备 第二次 第一个段落结束的地方 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有休止符 休止符必须要利用起来 要得很可惜 利用起来喘气 休息是很宝贵的 一二三四吸气 就是这个动作 不要停顿和僵持 可惜掉 转三四运动 正好 这个B段开始 我们的声音 它它要做一些调整 两只手是不对的 左手 作曲家 这左手写的是跳音 右手是连奏 从整个乐曲来看 连奏占99% 而跳音非常宝贵 它就一下 所以这些占少数的东西 就是这些最重要 左手 它形成了一个线调 它在音量上 很容易压住了右手 那么这个时候 两只手的音量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这双手对等之后 音量再一致 有剑强 剑强的时候 它是可以有作用的 剑强 对 我在剑强的时候 一二二下去 五六七把这双手 当掉 最后一把 看起来这个曲子 要做一个大劲 劍場的時候,踏板是可以發揮作用的 踏板有各式各樣的作品 練習曲如果用踏板的音樂就變得很有藝術的感覺 不是哭到在弄手指的跑啊跳,或是這樣的 最終我們要給別人聽的是一個優美的作品 好,這個技術我覺得這條還是蠻重要的 我自己很願意給學生用